康堡港式酸辣溶汤 康堡港式酸辣溶汤 我們今天是煮湯 我們的湯品名稱叫做 酸辣豆腐蛋湯 所以食材有康堡溶湯 港式酸辣溶湯 有豆腐,有蛋 我們先把火弄到焦火 然後把湯寶辣的食材加進去 湯寶辣做法非常簡單 因為它食材已經都有了 然後豆腐也加上去 然後豆腐也加上去 豆腐也加得太膨礙了 它火焦了 湯寶辣豆腐也加在水上 肉燒調 好,火焦了 最后再打扮 火烧开,再插进去,汉堡灯灯就好了 他介意我们家肉吃 放一颗 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有豆腐有蛋 这样就好了 汤熟了,就把它拿进去 然后呢,快把它翻起来 看看要吃一点 这样子 豆腐也是易熟的 然后他把东方也好了 他规定说要煮多久 你看,打个蛋花 再煮一分钟就可以上锅了 放入他的面条这样子 好了 好 翻掉 这是我们的汤煲 豆腐蛋 酸那汤 耶